現在還能看投信嗎 投信會不會變成反指標呢 投信最近買的金融股 頻頻破底 投信賣的航空卻出現大漲 所以周小行谷 還要看投信臉色嗎 我們稍後來做解讀 好 這個階段新加入討論的來賓 邀請到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阿關好 大家好 冠軍操環手楊明翔 阿關好 大家好 外幕投務總監蔡明璋 大家好 蔡總幫我們來看 現在周小行谷還要看投信嗎 因為投信最近好像沒什麼準 投信今天買華新 倒是表現不錯了 再盡量等掌平板 但是外資是真的賣方的 投信今天買的紅海也不錯 那其他投信還買了 齊鴻 仁寶 大連大 台泥 宏基 晉原店 月光頭控 這是今天的買超 問題是由從趨勢來看 投信最近真的不準 第一季季底做完這樣之後 好像腳步很凌亂 他的越買就越跌 比如說他買的金融股 越買越跌 但他賣的航空股 一賣就漲 這樣像我只跟三戶差不多 好 這個投信 投信應該波段操作 波段操作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產業景氣做好 那我教大家為什麼投信在這幾個族群 是環指標 QOQ 也就是說 以國泰金 護邦金 因為受到黃毅保單的理賠 還有他們現在金控在海外的投資 沒錢 是 所以第二季就這一季的財報 QOQ就是比第一季 金控 金融股會衰退 會衰退 那投信不知道嗎 對 投信為什麼買呢 沒有 公庫不足 你不要看 有時候研究部就一大堆人 這個錢多有時候人是傻的 所以你看他沒有想到 這些金控QOQ是衰退 你一直買 後面這些金控很多都有投信 然後他們就自己要幫自己互盤 我不曉得 還是有這個政策互盤 同樣的在NB的部分 紅機已經親口承認 庫存異常的高 是 那我再補充一檔 最老實的3515的那個華琴 非常好的公司 去年1PS大賺了19塊 板卡啦 就是跟PC綁在一塊 今天他老實講話 說老實講 他說這個PC的砍單景氣不好 連續兩季 連續兩季 所以等於第二季跟下一季 通通都不好 第二季 第三季都不好 對 所以我們再回來六季 也就是說NB QOQ 那NB庫存那麼多 投信為什麼一路買 我們也想不到 沒有啦 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他認為說高值利率 但投信下去之後 對 人保 營業打都要一堆 高值利率 但是沒有仔細 想清楚股價最後還是 反驗你的景氣 QOQ 也是會衰退 再過來 航空雙雄的話 其實他華航已經賣了一陣子 結果今天外資一買航空雙雄 全部都收起來 為什麼 你不要忘了我們講過 5月10號 航空雙雄 非大陸的空運是漲三層 是漲三層 因為現在上海 6月1號前面解封 所以又是一個出貨潮 所以等於航空雙雄 他第二季的QOQ 應該會增加 再講下一季 就第三季 第三季 因為是傳統的旺季 Q 而且有可能陳子中 會宣布邊境解封 就在第三季 所以航空雙雄第三季的QOQ 還會成長 連續兩季的QOQ是成長 你自己賣成這樣 那蔡總 你看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 跟頭銜反著做 比如說航空股 現在可不可以買 航空一定買 我告訴你 現在最強的股票就是QOQ 一季成長 就第二季比第一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華航 和長老航 哪一檔 長老航 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長老航 是比較有想像空間 來 長老航 對 長老航 比較有想像空間 為什麼 因為邊境解封的話 他客運是比較強的 客運比較強 但是呢 不是啦 我們現在回到股價 股價華航比較低 其實他EPS兩個 今年都差不多 差不多 但華航收在26.4 華航今天26嘛 長老航你33塊 對 對 所以差距比較大 應該是說 就基本面 我承認長老航比較好 但是股價那很難講 股價也許華航的這個空間 是存在的 好 所以 可以買航空股嗎 我們也來投一下票 各位怎麼看航空股 請舉牌 好 上一階段我們問了 如果海運和航空 你選誰 那這個階段我們來問 那航空到底可不可以買 我們看到 四票圈 直接帶你來關心的是華新 華新在今天要好好談一談 上個階段 我們曾經針對華新的籌碼分析 很有可能交加出手了 很有可能主力朝底了 那為什麼華新會這麼淋漓 一方面是 它現在已經搭上了電動車 另外一方面在今天 又有一個消息是 它要出售美國太陽能子公司 而出售的金額呢 它很有可能就是要砸載電動車 特別是在電池的部分 沒錯 其實公司要轉型 像那個太陽能 娟姐 太陽能到底有什麼產業前景 基本上它沒什麼產業前景的 所以就美國的那個公司處分掉 然後映住那EPS差不多2.48元 那華新本來是做不鏽鋼的 其實不鏽鋼的原料叫做鑣 但是後來他發覺 這個鑣不是只能做什麼 鑣不是說只能做不鏽鋼 它如果把它精煉之後 它可以做成高冰鑣 那高冰鑣它是硫酸鑣的原料 這硫酸鑣可以幹嘛 它可以拿來做電動車的電池 什麼叫高冰鑣 基本上就是其實它就是鑣 只是它就是鑣 它就是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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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鑣去提煉的 提煉到 所以成本比較低 對 純度比較高 純度比較高的話 就可以做成牛酸鑣 可以弄到電池上 也就是其實就是純度的問題而已 對 沒錯 那據說成本低 對 成本也很低 因為紅粉鑣成本便宜 所以就是就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公司轉型 那公司轉型的話 其實說真的 也不只華興在轉型 紅海它也在轉型 那紅海 君姐記不記得那個 前幾天是不是有說 那個紅海退什麼 群創的股東會 還有農創的股東會 對不對 是 你覺得 群創現在跌到13塊 這個面板到底 前進到底什麼地方 說真的看不出來 那看不出來那怎麼辦 那看不出來 剛才就支援整了一下 往什麼 往電動車集中 對 往電動車集中 因為你救紅海 但紅海我們過去都知道什麼 都說它是做什麼 什麼消費性產品 那消費性產品的話 其實你從這部分來看 你就非常清楚 這紅海的一些產品 譬如說 所以華興跟紅海現在都要集中火力 來做電動車 對 比如說像手機 或是說筆電 這個都是成熟的產業的 這個都沒有成長性 然後伺服器有成長性 不過10% 但是你跟這個電動車 電動車來比的話 你會發覺這個是20%以上 20%的成長 對 20%以上 所以我以前在那邊或什麼 或那個沒成長的 倒不是我把資源集中在什麼 資源我就集中在那個電動車部分 而且紅海其實電動車 它做 它目標是全球勢戰率5%對不對 那全球勢戰率5%的話 其實它是什麼 它全球布局 當然比較可惜 據說它現在要打國際盃 對 國際盃 當然比較可惜是中國的部分 它在中國投資 一直踢到鐵板 踢到鐵板 比如像這個08年就是 娟姐其實那時候 紅海很氣比亞迪 因為比亞迪 偷他的技術 挖他的人對不對 然後巴菲特又去投資比亞迪 巴菲特有一次股東會 還開比亞迪的電動車 對 但是你知道 那個時候 其實紅海那個郭董很生氣 因為研究員有去比亞迪 拜訪過 那個電動車用手摸一下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落差你知道嗎 電動車快點落差 品質那麼差 巴菲特也會投資 所以那時候郭董很氣 然後再來2013年的時候 郭台銘曾經罵過巴菲特 對不對 是因為他的敵人 坐了電動車之後 郭台銘那時候下定決心 我也要坐 對 沒錯 然後2013年的話又去什麼 又爭取代工特斯拉 但特斯拉失敗 對 失敗 投資小鵬 夫妻失敗 也失敗 然後這個拜騰 基本上坐車坐不出來也失敗 也退出 所以他在中國頻頻踢到鐵板 但他現在目標放在美國 中國基本上自由品牌 踢到鐵板 他只有打進特斯拉的供應鏈 美國的部分 但美國目前做得還不錯 比如說像這個FISC FISC 其實FISC他原來自己 因為他是新創車廠 他原來自己就有一台車 設計好的 叫Ocean 其實Ocean 你不要看他那個料不到 他現在預購量基本上有4萬台 4萬台等著誰來做 等著鴻海來幫他做 而且鴻海的MH跟FISC 也有合作一台什麼 而且又有合作一台 叫Pier的部分 Pier 就Pier這台車 他那時候 以FISC這邊預估 就是我如果說美國補貼 然後美國補貼的話 就是我這台車可能只要什麼 只要2.99萬美金 而且2.99萬美金 差不多合台幣829萬對不對 這個價錢是很有競爭力的 為什麼 Toyota在台灣剛推出一台VT4X 那一台售價是159萬9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說 我這個FISC的這個價錢 只要 Toyota的差不多六成而已 經過補貼之後只要六成 所以基本上是有競爭力的 而且 它還有兩台高級車款 就是那一種那個 你說FISC 對FISC 它有兩台高級車 目前還沒有推出來 是那個 詹姆斯旁的 就007詹姆斯旁的 御用設計那個跑車那個 真的假的 後面你就知道了 所以不要 設計007詹姆斯旁的 那台車的設計師 對 設計師 有幫FISC設計兩台跑 兩台高級車 這100萬美金的 後面基本上 10萬美金的 後面基本上它會推出來 所以這個 這台公司基本上沒有太差 他還投資一下公司 Lostone 除了FISC還有一個 Lostone Lostone這家基本上會做什麼 做皮卡的 但這個皮卡 基本上就是工作車 然後這台車基本上 四輪傳動 而且它號稱什麼 號稱說我車上的店 不管說你是 你要出去工作 比如說工具機 你工具機 你就可以接什麼 可以接我這台車的店 或是說你去擺攤的話 你那個店也可以用這台的 那他買這個二海二洲廠 基本上主要是幹嘛 主要就是他要接 後面有可能就是要接 蘋果丹 就這個部分 所以美國做得不錯 那不只美國 你看現在在全球 台灣 泰國也做得不錯 其實泰國它跟什麼 它跟那個 那個國家石油集團PTT 其實泰國的目標是這樣 2030年它有30% 基本上要電動車 但是它不會做車 不會車怎麼辦 跟鴻海的M8H這個地方 鴻海鮮來做合作 合作 而且那個 不是有一台Model C嗎 Model C那一台 基本上在泰國有得獎 所以也就是 就泰國跟台灣的部分 基本上是有機會 好 那在歐洲 它主要是要用 做車用辦法 在中東是找有錢 沙烏地阿拉伯的 主權基金一起合作對不對 然後在印尼 它是跟Gogoro 還有印尼投資部 政府機關來合作 在墨西哥 它有做電動車的相關零組件 主要是要替特斯拉製造零組件 所以它現在是全球 布局於電動車 對 因為它不像特斯拉 它只要5%就好 因為這個市場實在太大了 5%基本上就吃不完了 他說他要搶到全球5%施占率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企圖心 有沒有反映在股價上 這是大隻基板題嗎 紅海今年說實在 大家都說很溫很溫很溫 好不容易發動了 終於輪到它了 股價在今天創下今年新鮮 對啊 對 股價在今天創下今年新鮮 昨天還在擔心大盤 它會不會破底什麼的 菁姐 紅海已經莫名其妙 從100塊這邊漲到110 它漲10% 大盤還沒有怎麼樣 它已經漲10%了 而且不僅 但是我說實在它今年 幾乎都沒有動 對 都沒有動 所以現在 到最近才發動 所以現在可能要動 為什麼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Model C 對不對 Model C其實這個10月 基本上要開放預購了 這台車基本上是很OK的 因為如果說我們看股票的話 我們來看紅海 2317的紅海 我們今天好好來看一下紅海 因為好不容易動了 這是大隻基板題嗎 我們稍微縮小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紅海 其實它整理了非常非常非常久 如果縮小K線來看它幾乎是 股本1380億會動的 如果說這種 這麼大股本會動的 一定是增強時代辦法 從去年下半年 一路在這裡整理整理到現在 對 今年一年 對 終於要動了嗎 對 我認為終於要動了 因為股票要動 基本上你一定要想像空間 你如果說現在跟蘋果手機 我來講 不會怕 沒時間 蘋果手機沒時間 沒時間 對 就是你現在要 人家一定要看說 我後面的夢是什麼東西 那夢是什麼東西的話 你有Model T是不是那個 在南部推那個電動巴士對不對 你現在又有Model C 後面又有什麼 又有校色部分 但是問題要股本這麼大 它有辦法持續續續航嗎 它會不會長一天 因為要休息好久 有可能 它可能會長得稍微慢一點 所以如果稍微長得慢一點的話 那你要找比較小支的 但是同題材的 因為如果說一個題材在動的話 不會只長一支股票 像我們剛剛看的這個功德對不對 所以哪一檔 比較小會長得比較多 如果說是Model C這題材的話 我認為你可以看 跟它一樣的育龍 因為紅華先進就是 紅海51% 育龍49% 但紅海的股本1380億 育龍股本就100億而已 所以小非常多 所以如果說車子賣得好的話 育龍後面會很多 而且呢 而且如果說我們就從馬來看的話 育龍 光現場來看 它今天這個下向鬼已經突穿 它是多方股票 外資最近也在買 大多數比在升 這個是正向實戰在買的 那在買在買什麼 它目前43塊 它第一季 菁姐它第一季EPS是2.12 內外皆美 就是有本業OK 然後業外也賺錢 第一季就2.12 單季新高 第一季就2.12 我後面還沒有 還有三季沒算 所以本業目前是第一的 然後Model C 首包床商 電動車說真的 我認為如果 它這個價錢 基本上一定不會太貴 不會太貴的話 跟那個什麼Toyota 比起來一定很便宜 比較會比較便宜 所以這個車是具想像空間的 好 既然說到車 說到電動車 我們回來看台股精神最重要 最近的汽車相關領組間 該領股非常航 可能搭上了 中國汽車下廂的政策裡多 所以最近呢 小白在裡頭窮來窮去 成了當充的主要標的 耕頂提威系在今天爆量 收黑是已經提出警訊 所以雖然電動車 仍然是非常夯的題材 不過雲翔 籌碼有點亂了會不會 對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最近這些 跟車搭上邊的 這個當充比 竟然達到70% 也就是說 基本上每天都是充充的 那其實剛剛就提到就是 耿頂跟提威系 這個漲幅都已經 最近兩週漲幅 就已經大概50% 那其實真的講起來 因為跟這個大陸的這個 下廂政策有沒有關聯 其實耿頂跟提威系是做什麼 AM就是做所謂的這個 後續的維修 跟中古車比較有關係 因為你碰撞 必須要板金幹嘛 所以它是銷北美 所以它是驚香對白 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覺得說 跟下廂的關係也不大 不大 對 那以這裡面來講 你會發現說確實 就是說跟車用真的比較有關係 我覺得像車王店 確實跟這個 他們當充這麼高怎麼辦 這些都是我們整理 昨天當充超過70% 而且有量的股票 我覺得說 以敢充充的人來講 其實當充我覺得是還好 你覺得還好 對 因為基本上就是 大家的熱度還在這裡 沒有問題 所以你反而不擔心當充 對… 那如果不擔心當充 車電股能不能買 車電股絕對可以買 可是車電股我覺得 不用來當充 因為像我自己來講 今年我幾乎把80%這斤 全部是往車電走 80%都往車電走 對…往車電走 因為我自己看好 那現在你看好誰 以這裡面來講 我覺得說你可以看就是說 總體來講 上次我有講過電營對不對 電營那時候 大概在23塊左右 那基本上你可以發現說 大盤是跌了大概 離那個位置點大概500點 可是它基本上還漲十幾% 原因在於說 對 因為它的未來性很好 電動車未來性很好 再加上一個什麼 最主要是它的一個股價 是偏低的 那問題是 離上次 我們6251 我們超日K線來看 離上次雲翔推介 已經漲一波了 那怎麼辦 那時候你是在這裡講的嗎 對… 現在已經漲一段了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說可以找說 一樣就是剛有發動的一些股票 剛發動 所以我們回過剛那一章來講 我們再回到公格 對 在這裡面講 一樣我會找比較 偏低級期 低價的剛發動 我覺得我會去看廣宇這一隻 好啦 232 那為什麼要看廣宇這一隻呢 就是說剛 中嶺剛好也提到 鴻海這個事件來講 因為鴻海 從這個五月到現在來講 也噴了一波 很難得 一千多也會噴 那最重要 廣宇是它的一個 那是一個 它的兒子 因為佔有它25% 那基本上這一輛之後 它的電動巴士 電動巴士 已經開始產了 那電動巴士裡面 廣宇是做它的高壓限速 跟所謂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限速的一個供應 那其實最重要 還不是這一個 因為以鴻海的野心很大 剛講說世界工廠 打國際杯 所以它打國際杯以後 它的出貨零組件已經增加 那以這樣來講就是說 剛講的這個 Lowstone的這個廠 已經被它買下來 想像空間很大 除了這個皮卡之外 會不會一些 蘋果的單集也很難講 因為我在北美金油廠以後 只要美國需要代工 我都可以做 所以以這樣的話就是說 以這個廣宇來講 它是PCB 主要它已經開始做 所謂電動車的一些 高階的一些PCB 所以我認為說 以這樣子來講 它自己今年就估說 我的毛利可能 因此會增加三成 增加三成 對 增加三成 因為它 因為電動車以後 毛利把它提上來 去年一片是18毛期 對 所以我覺得說 今年因為鴻海這樣 餵它這個奶 基本上我覺得說 它可能今年的營收 會增加很多 相關我們來看一下技術面 2328的廣宇 技術面來講 我就會跟它跟鴻海 來做一個比較 鴻海你可以看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它最近應該是說 大概近八個月 它光在五月份 就把它串過去了 這個五月份基本上 外資 我已經算過 外資大概連續買超 買了七萬張 買鴻海 光鴻海七萬張 可是以這個廣宇來講 你會發現說 這個外資才買第一天 那這個位置來講 就是說離這個 八個多月來講的 一個高點來講 距離很遠 還43塊多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幾乎還滿大 因為對它們兩次來講 都是跟所謂的一個 指數來講都是逆勢的 好 所以可以留意 黃家俊裡頭的廣宇 警戒人要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果粉的話 開發者大會又來了 而且發了邀請函 那麼每一次蘋果發邀請函 我們都會從邀請函裡頭 去找蛛絲馬跡 今年它到底要主推什麼 所以我們來看 到底今年會不會有新品呢 蘋果 邀請函發出了 6月6號即將要舉行 開發者大會 台灣時間是6月7號 凌晨一點 過去的邀請函都會有 一顆被咬了一口的蘋果 可是這一次沒有看到 這一次很奇怪 看到五張臉 五張臉 五張臉 五個不同顏色 而且娟姐妳注意看喔 剛開始我還沒有注意到 後來我發現中間這個怪怪的 這是什麼 原來是眼鏡 所以五張臉裡頭 只有中間這個臉有戴眼鏡 有戴眼鏡 其他四個沒有戴 那從這個邀請函當中 當然是不是代表 五個不同的產品 還是作業系統 而且甚至 從這一張人臉看得出來 是不是蘋果眼鏡要出來了 會不會很有這個可能性喔 互之欲出 所以五張側臉 對應iOS16 iPad TVOS MacOS 還有WatchOS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預告眼鏡要出來了 更重要的是 ROS 這個就是眼鏡會運用的 這個作業系統 那這個眼鏡呢 實際上我們發現說 它有14個鏡頭 就是它有裝的14個 眼鏡上面有14個鏡頭 那所以應該有所謂的 眼球辨識跟手勢辨識 那當你戴上這個眼鏡 你看喔 它現在在走路對不對 所以戴上眼鏡我們所看到街景是長這樣 是吧 對 街景就長這樣 你看喔 它一戴上去以後 譬如說你要查 它就告訴你溫度啦 甚至你在走的時候 你在路上在走的時候 你要用手勢有沒有 直接就可以切換 揮一下就可以了 用手勢就可以揮了 用手勢就可以揮 然後你打開這個耳機戴上去 這個在找Google Map的時候很方便 很方便 而且你一戴上耳機呢 它馬上問你說 你要聽什麼音樂呢 你要不要聽音樂呢 你要過馬路的時候 他還提醒你說 有車靠近 其實戴上眼鏡這樣就很方便 你也不用變成低頭主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這個眼鏡 跟你的這個筆電呢 連結上去以後 整個這個螢幕的這個畫面 就大幅度延伸 就不用再用投影機 還要買那個大電視 它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用手勢就可以辨識了 所以新的一個應用 今天新聞大家焦點 除了在蘋果的開發者大會之外 還談到了蘋果正啟動 去中化 蘋果的去中化 其實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但是現在越來越積極 甚至於在庫克和越南總統見面之後 似乎已經鎖定了新的iPhone重鎮 就要放在哪裡 我們再回到新聞來看 下一個讓庫克鎖定的是越南 據說將來的iPhone 很有可能都是Made in越南 當然這一次我們發現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它開始把一些中國的廠商 把它去掉了 尤其是這個京東方 在OLED面板這個部分 他竟然把它排除 把京東方給排除了 甚至連相機模組的文太 也把它排除了 可是大家別忘了 之前文太為了切進蘋果的供應鏈 曾經想辦法並安視 甚至拿下了歐飛光的 鏡頭的業務部門 可是這一次為什麼被排除 據說因為現在 這個我們看到顯示器的成本最高 佔了20% 相機模組又佔了17.6% 而iPhone14 這個前置的鏡頭的部分 還有自動對焦 聽說成本是更高的 成本是更高的 所以會不會成本 其中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力訊 我們看一下力訊這裡 因為他們說在 跟那個高管 力訊的高管 他們在電話會議的時候 他講說 我們那個客戶 就是擔心說那個 那個停電的問題 還有疫情的問題 封城 那個客戶是誰 客戶是誰 他沒有說 這特別的客戶是誰 那就是蘋果 不然還有誰 所以蘋果因為 大陸的電力問題 已經不斷封城 不斷封城 所以更積極的 要把他們的根據地 往外擴 所以你看他說有些客戶 有些客戶就是誰 就 而且蘋果都去考察了 還有些客戶 不過就蘋果 那現在蘋果選 越南做最主要的 將來的iPhone組裝基地 其實很多廠商早就去了 不是嗎 像立訓在越南 本來就有差 沒錯 沒錯 不只立訓 像三星 你看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憑我選 越南做最主要的 將來的iPhone組裝基地 其實很多廠商早就去了 不是嗎 像立訓在越南 本來就有差 沒錯 不只立訓 像三星 你看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過去其實深圳一直是 非常重要的電子出口 越南當然都只有領先一點點 紅色這個是越南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 越南大幅度的領先了 347億美金 相較於深圳的188億 接近189億 是大幅度的領先 而且大家不要覺得說 它出口什麼 紡織 布 衣服 不是喔 不是喔 手機喔 零部件喔 電子產品喔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大躍進了 其實蘋果的AirPods 全部都是在越南做的 沒錯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其實就是越南 其實都是越南的 可能連iPhone到越南了 可能iPhone的組裝 也會到越南 因為他們 蘋果已經去那邊參觀了 還說你們這個宿舍怎麼樣 空調怎麼樣 那不就是要去那裡做了嗎 好 那當然 過去剛才 娟姐你又講到說 不是已經有 除了蘋果已經有一些 已經過去 就像三星 它在北寧城 做了一個三星城 你看它那邊 它很早就去了 很早就去 北越180億美金 然後200多家本土的工藝商 還有11萬名員工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三星城呢 我跟大家講 當地人的平均的年所得 是5000美金 可是越南的平均所得 是2700美金 所以是雙倍 好 我再講一個更好玩的 這個農夫呢 他就在三星城 這邊呢 他就是提供這個宿舍租給一些 來辦公的來出差的 對啦 還有那種賣零食 我們叫小蜜蜂有沒有 就賣一些 甘點 甘點這樣 你知道年收入多少嗎 200萬 200萬台幣 就再 就 那以越南的物價 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 越南的平均年所得 是2700美金 所以三星過去貢獻多大 那也因為這樣子 尤其是中美貿易戰 疫情這些 哇 蜂擁而入 中國也好 日本也好 中資也好 日資也好 都衝進去 開始買房子 你看海房這邊的土地 已經漲了15%了 還有河內的公寓 也漲 也大漲9到12% 胡志明也漲了10% 更誇張的是 市區 胡志明市區 這個鑽石地段 一坪多少錢 1300萬台幣 真的假的 哇 那不是要直逼香港嗎 所以 所以 這樣比台北市的豪宅 還貴耶 那個地差寶 多了四倍 就地寶了 對 多了四倍 這個滿匪夷的 胡志明鑽石地段 很可怕 很可怕 豪宅竟然 1300萬 新年比1300萬 拉到1300萬 你知道其實 不只是三星很早就去了 現在陸陸續續很多的 電子供應商都要到越南去 那我們回來看瓶蓋股 那基本上 因為那個 我這裡的選的瓶蓋股 是投信 不一定 可是那個 剛才圈姐你不是說 投信怎樣 這個有沒有 投信先變反指標了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我覺得 一些大的股票 它很早一直在佈局 應該叫 應該是可能 有這種可能性 可是這些是 它最近開始進場 最近買的 最近才開始 那最近才開始進場 我相信 還沒有套牢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像 散熱的齊鴻 或者是精材 那你選誰呢 順德 其實這裡面 因為虹海剛才講很多了 其實這裡面 我特別想要講一下 這個真鼎的部分 4958 我們來看一下4958 真鼎的部分 你看很特別 其實真鼎在這一路 跟打盤做一個對比來講 幾乎要創新高 它的線圖是最漂亮的 他五毛錢就要創新高了 對 它根本沒有所謂的 什麼破滴 什麼跌升反彈 然後當然我們看一下 投信好了 看一下投信 我們下面把投信的籌碼 對… 所以真鼎的技術現象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剛才你說 投信是反指標 這一檔的投信 應該會跳出來 說我們不是喔 你看喔 他買就漲 他買 然後他買就漲 他買就漲 所以我覺得未來 在虹海族群的帶動下 這個應該是有機會 好 台灣的蘋果之后 警戒帶你來關心的是 全球糧食危機 又再添新的柴火 誰添了新的柴火呢 糧食危機本來就已經很嚴重了 想不到現在 竟然 又有印度再補一槍啊 印度之前已經 不讓小麥出口了 現在他說連糖都不能出口 觀眾朋友 你不要小看印度的糖喔 印度的糖 甚至會影響到印度的大選啊 對 現在喝咖啡 糖少價一點 糖很貴啊 今天這個消息出來 對 環泰 因為食品股裡面 跟糖最有關係是它 大漲的將近6% 那馬來西亞禁止肌肉出口 奇想KY是在東南亞養肌的啦 今天也大漲 那這些鹽物料都表現不錯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印度現在宣布 禁止這個糖出口 它有一個配額 一年大概可能出口只有 一千萬噸 結果印度啊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糖生產國 然後僅次於巴西 是第二大的糖的出口國 所以馬上你看 糖價就漲了 起握 其實我們觀眾 我們每天都在 跟糖有關係的這個餐飲 但是你都不知道 這三年其實糖價這樣去耶 漲了85% 85% 85% 這個影響很大 但是說到了這個印度 大家不知道 糖在印度不是經濟農作物而已 它還影響到政治 那全球最大型的選舉 就印度的選舉 你看它怎麼影響 為什麼 因為種那個甘蔗的色榮 一共有五千萬 然後製糖的工人一百萬 有525家的製糖的工人 工廠 票倉 你看一下多麼可怕 國會 國會大概545個席位 大概超過兩成 是從這個什麼 製糖的選區選出來 這個製糖的選區供應全印度 60%的製糖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 印度第二大的甘蔗種植州 馬哈拉斯內特拉幫 它有超過六位的政客 擁有製糖的糖廠 都糖的老闆 糖老闆 183家工廠裡頭 有101個老闆 選過州長或者國家主席 對啊 同政 在印度你不要以為糖 是一般的農作物 不是一般的經濟作物 它同時不只是一般的經濟作物 它同時也是政治農作物 因為甘蔗的價格會影響到 超過在國會席次裡頭 545席裡頭 超過150席的走向 那有人說為什麼這一次莫迪 宣布糖的出口的限制 其實他很不得已 因為他尋求連任 尋求連任的時候 他要不要這些 這堂這個農民工人的票 當然啊 所以他就要保護 當然這個就會造成什麼樣的 現在不得了 全球的糧食危機 你來看這個都嚇一跳 黃豆十年新高 小麥十年新高 玉米十年的高點 然後中壘比上次的高點多了一倍 再過來全球大卡糧 像印度也要保護食品 大卡糧 就是流食保護主義 大家都這樣 我也不出口 你也不出口 我也不想賣給你 你也不想賣給我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通膨都上來 所以這個糧食甚至都影響到 國內它政局的安定 所以你看一共有22國 都限制他們的糧食出口 40項的產品 這個當然我們不一講 我們就不一念了 對 不得了 這個我們沒 光碗小麥有9個國家 就不讓人家出口了 食用有8個國家 玉米有2個國家 稻米有1個國家 黃豆有1個國家 他們分別限制了這麼多的產品 所以現在是糧食保護主義 但是大家一定觀眾會講 那都是大家國家 台灣OK 我告訴你 雞排 大家都喜歡吃雞排 雞排現在一片 現在漲到80塊了 對啊 一片 這剛開始漲 未來會不會繼續漲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塑膠袋 紙袋 調味料 麵粉 石碗油 通通都漲 最嚴重的是肌肉 漲50%到60% 這樣的漲法難怪雞排會漲 從70塊變80塊 但是雞排店的老牌是這麼說的 他說70塊變80塊 我沒有價錢 沒有 其實他們撐 撐得很辛苦 然後大家會問 雞龍一口氣漲5 60% 那養雞 雞龍不是賺最多 雞龍又完翁了 我也沒賺 雞龍也完翁 他也沒賺 因為聽說他們的飼料也漲很多 對 也就是說 對雞龍或者豬龍來講 飼料的成本 就是你的最重要的成本之一 如果雞龍 我們把所有的雞龍算下來 一年500萬隻土雞 用現在漲價的飼料去計算的話 他們的成本增加2億 對啊 分攤 所以你看這個白肉雞 這個全台灣 這個今年以來 白肉雞的價格 一公斤是60.88 你可以看漲幅相當大 漲幅相當大 你以為雞龍賺到嗎 雞龍說黃曉玉漲 所以飼料漲 我的成本增加 豬龍還賠錢 他說他們一頭豬要虧幾千塊 對 因為 這個豬價也不可能有變漲 萬一跌下來他就賠了 好 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個邏輯 在原物料 不管是農糧還是原物料 有低價庫存者 就是王道 對 但是我們回來那個六公公 看股價 我們想一想 那到底連那個雞龍 豬龍都喊冤 到底誰賺走 誰賺走 我告訴你 運輸的賺走 運輸賺走了 對 運輸賺走 所以我們看一下2617的台行 當然今天的散裝輪只有它漲 為什麼漲 因為剛才我有講到QOQ的觀念 散裝輪的運價 現在第二季還沒有結束 但目前第二季比第一季 大概運價平均多了20% 但固定成本差不多 頂多是變動成本油價那個部分 其他運價上來以後 你會漲很多 所以台行今年把本業跟業外 業外就是它有陽明的股息收入 它EPS會五六塊 會五六塊 但是QOQ也增加 但是股價並沒有漲 在外面開一檔 就今天法說會龍頭的2606的玉民 玉民 因為散裝輪其實很賺 但是法人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搞得大都不少 玉民的話現貨比重七成 所以它第一季的EPS一塊 第二季之後的QOQ會上來 第三季的QOQ繼續成長 也就是說散裝輪會連續 兩季的QOQ是成長的 但是股價都沒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散裝輪 是最被低估的 連貨櫃三雄QOQ都不可能 有這麼大的速度 所以散裝是被低估了 對 被低估了 所以我覺得不要被法人 在那邊進進出 就給迷惑掉了 在這一波 不管是糧食還是原物料 保護主義興盛的情況之下 所引動的掌教潮 剛剛蔡總說 誰是贏家 散裝是贏家 他們賺最多 還有誰是贏家 你有低價庫存的也是贏家 對 當然沒想到原物料 一直漲了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日本不鏽鋼 它這一個大的公司 它的這個涅系的漲幅 創下了2007年以來 最大的一個漲幅 也就是涅價 雖然最近一個拉回 但整體你的庫存夠多 而且趨勢價往上的話 其實你是賺很多 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有可能第二季的財報 會比第一季財報更好 因為第一季很多的不鏽鋼 因為這個 所以今天華信也在反映這件事 對 華信的反映 或者我們說通路上最敏感 就是2031的星光鋼 觀眾也可以看一下星光鋼 其實我們看K線 股價是沒有動 因為上一波這個 因為第一季的狀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股價有做了一個 很大段的回答 但是現在掌握的 就第二季 第三季之後 進入了旺季 他們的QOQ開始會提到 但股價是在地板 那這個尤其人部份的 還應該更少